下一个问题是,现在有同修修行特别着相,比如说用人间的思维去做事,为了做功德而做功德,忽视了修心,忽视了自信做事,忽视了真诚心做事,为了求而去做,所以他不能得智体全面发展,而且做的功德也会有漏。 师父你给我们讲讲,否则我们很多人都不懂啊,还觉得自己功德又多大,所以不灵啊,紧接着就是抱怨多多,开始怀疑菩萨不帮他了,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。 这个呢,师父经常讲一句话,就是说当一个人对某一件事情相信的时候,他不会很激动,你去看跟着师父学心灵法门的人,不激动的人,跟到现在,只要进来的时候激动得不得了,哎呀,又磕头啊,又求啊,冲着台长啊,像这种人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 因为他是要找现实回报的人,他为什么会磕头?因为他灵了,对不对?但是他都不知道一个道理,你灵了是因为你开始的初始心,他有个爆发力的,对不对啊? 你是接触菩萨的时候,菩萨会给你加持的,但是除了这个之后呢,你慢慢的懈怠了,你不是很努力的,或者你着想了。 那么这个时候呢,实际上你是为某一件事而求,而不是为了自己的,我们说本性而求,而不是为了开悟,而不是为了解脱,这样的话呢,你慢慢慢慢的你就会离开了这个我们说佛的底线,那么这样的话呢,护法神啊菩萨都不会给你很多的灵验了。 那么不给你灵验之后呢,你就开始抱怨了,怎么不灵了?而且人呢,很容易把人家对他好的忘记,对菩萨也是这样的,菩萨对我们开始好的时候,他都忘记,他就想到怎么求了半天,菩萨不灵啊? 是的,时间一长了呢,懈怠就开始了,所以这个就是人的一个劣根性了,所以一个人毕竟他讲起来还是属于一个动物型的人类,属于高级动物,有思维的动物,那么猴子不是也有思维的吗? 对不对啊?就是这个道理,所以呢,像这种情况呢,实际上要保持自己不懈怠,最好呢,要保持自己的初始心,初始心就是你当时怎么开始信的,你当时菩萨给了你多少? 你经常要想,菩萨今天能够让你平安,能够让你获得这么多的感悟,获得这么多的平安和幸福,你只能感恩,而不能埋怨,然后呢,要一直往前,往前的话呢,有三种情况,鼓励你向前,第一呢,你不停的要读书,要看, 要看白化佛法啦,看书啦,然后呢,这是,为什么要这么多书啦,本来我就教教你们念小房子,念经就好了,这个白化佛法出来就是房子你们懈怠的呀,明白了吗? 是,是,是,明白了,这是一个,然后第二个呢,就是要看别人怎么做,大家都很,要找精进的人,这个人一直不退泄的人,你跟他交朋友,他会给了你很多能量呢? 正能量,正能量,他会给你很多正能量,就是让你跟着他一起天天发心啊,去发书啊,去努力啊,这个是很重要的,还有第三个呢,就是自己啊,要跟自己啊,的这个,这个,这个行为要做斗争,就是说,自己不好的行为一定要克制住,就像说懒惰,心理行为是贪心,恨别人,这些都会使你懈怠的, 啊,贪了太多的人,一定不肯修了,他觉得划不来了,是,是,恨了别人太多了,他觉得为什么菩萨不让这个人死掉啊,这么坏的人,是吧,对啊,于此的心的人,就整天想着,菩萨你为什么不给我中六合彩啊,哈哈,哈哈,没办了吗? 没办了,师父,感谢师父,慈悲开事。 臺公开事人,的惠劳 小王尊肉 厨房 你